给AI一句话 他能给你画的千奇百怪 首先让他画一碗鸡蛋挂面 我要的是鸡蛋挂面 直接给我来了个鸡肉方便面 这特么谁能忍啊 我直接就上去质问他 我鸡蛋呢 然后他给了我一碗鸡蛋鸡肉方便面 没事不纠结这个 有蛋就行 我想了想 加点科技与很活应该会好吃点吧 好吗 还真给我上了科技与很活呀 这不我无话可说 我直接让面条活过来看你咋搞 这跟我想象中有点差距啊 面条探头算他活过来了我能理解 但是在面条上面飞的小鸡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让面条把鸡蛋吃了 那么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AI 你确定这是面条在吃鸡蛋 而不是鸡蛋在吃面条吗 你真是给我整笑了呀 很好 你直接让面条学科技吧 你确定这是在学科技 我怎么看都像是老母鸡在面条里孵蛋啊 OK 面条科技都学完了 直接让他起飞吧 不是大哥 你逗我呢 我还以为是面条一根根的飞在空中呢 我是真没想到 你直接给我搞了个新物种啊 我看他鸡头面条身 以后就叫他鸡面条吧 下面我们让他飞上外太空吧 不是吧大哥 这鸡头你咋又给改了呀 不过没事 这样还顺眼一点 后面我们狠一点 直接让鸡面条进攻外星球得了 我说AI同学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吧 就画几根光线就算进攻外星球了 算了 毁灭吧 直接让鸡面条被外星人吃掉得了 好吧 外星人也是鸡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鸡面条攻击鸡星 然后不敌 被鸡星鸡吃掉 嗯 非常完美